从今天起 我不光是你的司机 更是你的贴身助理了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顾董今天刚刚决定的 他觉得杜叔叔一个人的工作量有点大 所以让我来帮他分担一些 我不需要什么贴身助理 你走吧 为什么 你一个女人不太方便 我都没有觉得不方便 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害怕的 难道你怕我吧 你 拒绝无效就要接受现实 行了 我先去做饭了 难道真的没反应啊 怎么了 我牵着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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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鸥 别动 老板 对不起啊 我今天不是故意的 你不适合做主理 还是别做了 谁说的 你别瞧不起人啊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是我不小心弄的 等你尝了我做过的饭 你就知道我有多优秀了 等等 还是我去写菜吧 来 老板 快尝尝 看看我这个助理合格不合格 怎么样 还不错 什么叫还不错呀 夸人一句难道很难吗 你那个砂锅里是什么 这个呀 这个呢 是我们巡视祖传的养胃粥 我给你盛一碗 我保证呀 这个会惊艳你的味蕾 你试试 闻着还不错 专门为宿醉还有大病出狱的人量身定制 你尝尝 怎么样 好喝吧 怎么了 不好喝吗 没有 还不错 我以为出什么问题了 那老板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粥的味道 有点熟悉 好像是有些熟悉 真的啊 不过 粥的味道都差不多吧 况且 我也不是很喜欢喝粥 看来又是我多想了 我收回刚才说的那句话 哪一句啊 你不适合做助理这句 真的吗 你做的菜合格了 真的吗 你做的菜合格了 你做的菜合格了 ственный肯定 LOT 只要是拿有点开架 惿人 哎呀 你说 有unto se овал 我看到他 那须 你 spielt 该怎么办呢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再试一次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没有防备心啊 顾雁成 顾雁成 你感受到了吗 你快来 快来 温然 还是不行 她现在对我真的没有感应 我们之间的联系真的消失了 我现在真的很灰心 我还怕她再也想不起来我了 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有点难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你倒是快说呀 卖什么关子什么 顺其 雨萱 你记不记得那次在酒店 你每次有英雄那次 记得 但 我们总不能再骗她一次吧 当然不用 我是记得 你们别多想啊 快说呀 我这不是营造一点悬念吗 我想着啊 干脆你主动一样 你主动稳她 说不定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 她就什么都想起来了 这可行吗 当然 还需要我的氛围布置来加持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不如下一季猛药 放心吧 一切我来安排 好 少姐 这到底在搞什么 怎么是你 少姐呢 许云轩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别走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想让你快点想起我 你知道吗 每次看到你陌生的眼神 我觉得我的心痛得都快要窒息了 虽然我嘴上说着 不着急 慢慢来 你总会想起我的 可是我的心里真的很难 我很希望你能快点想起我 你还能抱着我 还会爱着我 吴远程 求你了 想起我好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就算 我们曾经真的有什么 但现在你对我来说 就像陌生人 我做不到 你 我认识 这是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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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会对她有感觉 这些记忆真的是属于我和她的吗 不行 不能失去理智 在没有确认之间 绝对不能心软 把今晚的事往后推 把今晚的事往后推 你和顾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她的胎气真的消失了 宇轩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离奇 但你要相信我 我当初进入故事 就是为了确认这件事情 而且我 我的祖先 当初是爱化中人的 只是因为一些原因 她无法继续保护她 才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白宾 不想一个人答应我 你 兴许轩 请记住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在你身后 许 兴轩 怎么还在这儿 不想回去吗 顾总还记得我吗 白总 我虽然忘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但是半个月前的事情 我还是记得的 那顾董是否还记得 这五年来我是你的助理 助理 你做我助理 究竟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很简单 因为雨萱 因为她 你来顾氏集团做助理 就是为了找她 是 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她现在是我的助理 她必须跟我走 顾总 既然你都不记得我了 那我也没有必要 再跟你回去了 我当您的助理 只是为了换回您的记忆 以后 我也不会来烦你了 跟我回去 我不 顾元成 以前我跟你说过 我喜欢许云轩 我之所以不跟你争 那是因为她爱的人是你 现在也如此伤害她 我也就不会再退步 既然你忘了 既然你忘了 就请你离开了彻底线 以后 我会在她身边 我会这么不开心 我会这么不开心 为什么 我会这么不开心 白斌 你老实告诉我 你之前跟我说的 仙女腾天驼的事情 都是真的吗 千真万句 没有半句假话 以前呢 我一直都不相信 但现在 事实就白在眼前 原来这么久以来 真的都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已 雨萱 我刚才说的话 我知道你刚刚是想替我解围 不是 我刚才说的话都是我心中所想真情实义 我想照顾你 守护你 白斌 我累了 我想先回去 白斌 我累了 我送你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送你 我送你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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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了 这次我不会再错过 这次我不会再错过 你到底怎么了 你跟小仙女 是 雨萱 你们 成功了吗 我都不记得她 你就自欺欺人吧 你现在还不能雕刻 是因为你手上还有肌肉记忆 难道你对雨萱 就没有点 爱得多巴胺的记忆 顾远程 以前我跟你说过我喜欢许雨萱 我之所以不跟你争 那是因为她爱的人是你 现在你如此想爱她 我也就不会再退步 既然你忘了 就请你离开她彻底线 对 对了 雨萱远程的项目怎么样了 还得继续进行 不过咱们当时跟她签约的时候 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得为她们叼一尊 专属于她们的作品 这很难吗 五年前 你出了场车祸 车祸后你就没法雕刻了 她大概是知道你这个弱点 她故意难为你 但是她没有想到 你有了雨萱 在雨萱的帮助下 你又可以重新雕刻 你是说 徐雨萱帮我重拾了雕刻 嗯 雨萱出现之后 你的手就有了好转 在她的鼓励下 你恢复得很快 喂 好 你等我 我马上回去 那个 灰心催我了 我得赶紧回去 你自己找我代驾 少喝点 老板 你仔细看看 我跟你要叼的这个仙女 是不是长得格外的像啊 因为之前我就是在这儿 给你当模特的 难道 这真的跟她有关系 对 来啊 一 二 三 茄子 好 再来一张 一 二 三 茄子 可以可以 看 余真 这样子 我会有点担心啊 你别担心了 我已经想通了 舅的不去 新的不来吗 有酒 发个朋友圈 白冰来了 到午饭点了 你们吃饭了吗 还没有呢 难怪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口福 你看 这不就来了 那正好 我带了你们喜欢吃的李哥烧烤 和辣子鸡 这些好像都是雨萱爱吃的 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白冰 昨天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就是想和你一起吃个饭 你看 新的不就来了 我还有个东西想送给雨萱 什么东西 大手笔啊 我知道你喜欢吃辣 喜欢车 你有喜欢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现在车都开来了 那你们就去兜兜风吧 从现在开始 他是你的 好啊 我们去兜风吧 好 快点 别会 怎么想到这里来散步 饭后消失 饭后走一走 挺好的 你今天 穿得很漂亮 谢谢 今天的配饰和妆容 也很适合你 我今天跟平时的妆一样啊 谢谢 白宾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想 带你去个地方 好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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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轩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你这车不是新买的吗 是啊 那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那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这家店以后就要给你经营了 好 干好 好 太贵重了我不能要的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家汽车美容店吗 是有这个计划 但是 我还是想靠自己双手赚来的钱 这样比较安心 不好意思啊 我给你的惊喜变成了惊吓 我一定敢 下次 下次我一定给你个惊喜 对不起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喜欢在雕刻室待着 我上次的女人 我上次也是在这儿找到你的 你不要再跟我说以前的事情了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不记得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也不记得我爱过你 我知道 所以 所以你今天就跟了我一整天 我听到这儿 会有什么事情 我听到你 听到这儿 有什么事情 我听到你 我听到今天 我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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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会再就让你尴尬的事了 我们好好聊聊 今天和你聊一个 关于仙女的故事 千年前 这位仙女 本是武将校尉之女 从小善往 十六岁那年 一曲仙女藤天舞 名扬天下 是 仙女藤天图吗 那幅画 是一个仰慕她的男子所画 她们在一起了 为了两国和平 她被册封为公主 只婚给外族 原家他国 那她一定很难过吧 她们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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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能代替她找到她 守护她 真是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两个明明相爱的人 就这样被活生生地拆散了 其实这个女子 一直把这个男子当朋友 女子不喜欢 那这名男子为什么还这么痴情 爱上她 只是这个男子一个人的事 也是她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不需要她的回忆 只要看着她幸福 默默地守护和陪伴 已经心满意足牢 我 我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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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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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